再来的话 三一三题 三一三题 其实也是动动脑筋 像之前有一个年纪蛮 比较年长的同学 他也是来 他主要就是 他经常动脑筋 因为晚上也也没事 就来学习 OK 那 因为今天看报纸有一个 就是说什么 现在什么什么 得什么 一个老人失智 剩下有15万 然后说几年之后变20万 越来越增加 那我后来想到说 为什么会有失智症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脑筋没用 没用的话就很容易老化 很容易退化 所以应该给老人一些 动动脑的机会 像来学这个 其实应该 我相信应该会有帮助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看这一题 这一题就稍微有点复杂一点点 如果没有讲的话 不知道各位画不画得出来 第一个底部的长度是95 再来我们只知道 这一边是67 这一边是23 这一边是40 我知道这一边 但是这一边的话呢 他又不是水平的 他是28 其实应该是 这边的角度 如果以那个绝对的这个 绝对坐标里面的 这一个角度应该是几度 这边是零度对 然后往这个方向转对 转到这边应该是几度 就是360 减掉28 就是332 那如果你从这个地方转过来应该是几度 -28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刚好把这一条线画出来之后放在这个位置上面刚刚好 你可以发现其实他们有一个关系 这边跟这边的关系 其实如果我今天我要画这一条线先把这个一定可以先画对 再来这个这个长度我不知道这个长度我知道是67 那我们可以就跟画圆归一样 你画个圆 这边也是怎么样 画个圆 对 那我就会知道说这一条线他一定会经过哪里 经过这个圆的某一点 对 那也会经过这个圆的某一点 但是我只知道这样子 那我怎么在在怎么样把这一条线放过来 其实你可以逆推你可以把先把这一条线先画在哪里 画在这里 然后呢用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这一条线我再把它移动过来 移动到哪里移动到这里对吧 那基本上就是刚好在这个位置 那我就可以利用这样的关系 把这一条线画出来跟这一条线画出来 那这个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